最近幾年索馬利亞海盜猖獗也讓美國重新思考 近海打擊的重要性 也因此美軍是特地打造了這麼一艘可以逆蹤 而且可以設計新穎的近海巡防艦 自由號 近海打擊、反潛、反海盜都OK 完全符合台灣防衛固守的需求 海軍很HAR 不過世界上只有這麼一艘 美國還不打算賣 打開船戶把突擊艇拉回船上來 自由號船中船的設計更方便特戰部隊執行任務 才剛剛成居一年多 自由號的自由程度讓船上的官兵超幸福 自由號上各個角落幾乎都有掃地機器人待命 真的不是要打廣告 機器人走過一回全部清潔溜溜 船上的官兵只要負責倒垃圾就好 令人羨慕的還有超大寢室 兩人一間配備有兩人大的獨立衛魚設備 對生活在船上的其他國家海軍來說 實在過很爽 設計新穎的自由號 不說你不知道 美國海軍僅有的十位女艦長 這裡就有一個 我沒有認為有差別 我以為女艦人或是女艦人 我們社會是那麼專業的 雖然稱不上是美女艦長 但杜牙爾中校 卻能跟船上的官兵打成一片 順利執行各項任務受到權賤愛戴 果然經國不讓續美 昨日我留見綠橋 蕭怡參謀了 結束的時候 有了